这里明明是个对抗游戏 但是妹子竟然拥有不死之声 这还让其他人怎么玩得下去 上级刀妹不提大神败在地上摩擦 大神得知绿绿都不会有人前来营救之后 表示既然不能当作一万人就没有利用价值 就在刀妹准备迎接死亡的时候 游里即使赶到将刀妹救了下来 大神心满意足等待的目标终于来了 游里十分分钟 刀妹是一个很优秀的母亲 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大神残忍说到等我解决了他 你说就让那个小鬼跟着上路 然后游里又灵活的走位和大神展开对抗 原来拦主一早就知道 如果两人能力一样 单凭满意 游里不可能是大神的对手 在一番交手之后 大神成功抓住游里的手臂 说到结束了 而这早就被拦主提前酝酿 每当人抓住东西的瞬间 都会本能拿向自己 所以趁他拉你的时候 趁机展开攻击就可以 白龙这边利用多多量的能力 成功找到红队的内剑 内剑不显立队这么弱 你为什么不赶紧逃走 多多量表示这里有我喜欢的人 在外面他可是游戏实际的No.1 所以输的人不一定是我们 内剑被感化 想要喝喝水出去交代一切 多多量的白龙这边打报告 再给一点时间 他马上就会说了 可是多多量再次回到纳米的时候 眼睛的营幕让大家都十分震惊 白龙一生的好家伙 跟这玩意叠中叠 原来这里还有一个隐藏的内剑 男主这边因为优历 选择去营救了高美 只好自己孵身一人 此时前生不良突然出现 表示我一直都在等着这一天 虽然前头朝着男主 砍得过去 男主躲避一炮呼碎了身后的树木 不良趁机将试制化为刀刃 打伤男主 不良得意此地有油管的树枝 都会变成我的武器 你要怎么打 男主为了拖延时间 继续即将不良 我早就收回就算你是敌人 我也无所谓 此时愤怒的不良感受到了一股杀气 抬头看见另一位刀客出现在男主投体 此时正准备持刀向下批血 还好不良即时提醒男主 才得意捡回一条小屏 刀客嚣张说到黄茧盾上 不然决定先和男主联手干掉龙胆 男主说是偷笑总算赶上了 原来男主早就提前盘算好 实际上预解告诉龙胆男主的位置 再和优秘联手一起就能顺利解决龙胆 甚至连优秘不在的替代方法都已经提前准备好 在当时优秘离开的时候 男主就以年纪不良假装约架 想要一对一单挑的话就来这个地方 在龙胆用刀挡住不良的刀之后 两人就知道对方的能力和不良是一样的 当时到我的刀砍不断的东西 就是相同能力指导出来的刀 我暂时比你更懂得怎么对付 这时龙胆的刀气起来 不良能力我操制掉我怎么不会 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对付只好先行撤退 男主发现龙胆的刀气无法砍断自己的手炮 但是不良的刀却也可以 所以他砍的目标一定是其他东西 所以他才可以发射的刀气 不良表示其他能力是一样的话 那我免手对付他就只需要四招 不良偷袭不成改成进行攻击 先进龙胆使用刀气 但依旧不是龙胆的对手被砍翻在地 躲在所有的男主连续一起轰向龙胆 龙胆完全看成果然是四招 丝毫碰一把刀气轻松应对 男主角实际需要五招踢不良动手 虽然看着空中的碎片 轻机一脚踢了过去 距离太近就连龙胆也招架不住 数字换回力量成功 命中龙胆积极 另一面羞虑的人竟然被女仆妹之一人拳肩 修理之后拼尽全力发动技能 并将阻止娃娃砸向女仆脚跟 本以为死掉的女仆竟然神奇站了起来 把头转回来之后一点是没有 女仆生气你竟然敢伤到我 我要好好揉你你然后游戒示众 忽然发现最讨厌的郁姐出现在身后 郁姐说到既然你的能力是不死 那战斗机又是怎么回事 女仆打断你真的是让人以肚子火 今天我就要在这里干掉离 郁姐冷漠其实我也是这么打算的 说完就将手变成了一把剑 女仆表示居然如此你也不是我的对手 然后操作战斗机对郁姐进行扫射 看到郁姐负伤之后女仆得意大笑 给我挣扎的更残一点 郁姐表示我已经准备好收拾你了 于是将鲜血扫到女仆身上 之后女仆身上长满了刀刃 接着用鲜血编出一套SM行举困住女仆 然后朝着女仆身后跑去 郁姐看到前方的波涛说到我找到你了 原来女仆和战斗机一样都只是玩偶 真正的能力者其实就是这个操汉子 本集故事到此 喜欢的小伙伴可以尝一下 点赞更多小伙伴看见 谢谢大家我是猫三 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